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在節目開始時,先要恭喜浩德 上星期拍攝彩蛋,在歷排眾議之下 1801加入了深港通名單 在節目播放後,第二天爆升了差不多兩成左右 即使近來回落,都差不多一成 雖然我們不是派號碼的節目,但始終中了 你有沒有跟觀眾說,部署會怎樣? 如果聽完節目,自己做完功夫 有機會買了,現在也算是贏了錢 我們一貫建議,贏了錢就開心繼續持續 技術性因素,比較低的股價 現在是正常化 但整個公司,中長期都是看好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已經持續的朋友 跟我們一樣,我們仍然持續 所以繼續持有 C3,近來大市波動比較大 早前美國的調整都很明顯 近來反彈一點 你怎樣看股市,會否波動大之下 會要謹慎一點? 因為早兩三集,C3都認為贏錢 可能需要少許多利用 我自己覺得,大局仍然是 錢繼續印出來 資產價格,都會上升 但有些股票,可否升得過份? 當然,現在的舊經濟,難以寄忘太多 大家的注意力,去到新的互聯網概念 有些新創新的,將來有前景的公司 所以,注力轉移到那裏 升得多 但升的時候 我自己看,可能會有些只有概念 未有實質,都被人推上去 所以你也要看看,是否每次都可以承受得起 市場波動的衝擊 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時不時都有點震盪 好像上個星期,都震盪很大 對,都蠻厲害的 當然今年,整個新經濟、科技的板塊 都是一邊跑贏 中間內不少都是一些回調 這次暫時說的回調,當然會嚇到大家 大家想起,7月8月的時間 你覺得震盡了甚麼? 我自己個人判斷,不是一個大的轉勢 不過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到今天,星期五 這個星期,美股由高位回調了8至9%,尤其是納斯底下指數 如果參考過去的回調,這次是差不多的 施生琦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前一輪升了很多 其實都要分得出,哪些是有實力的 大家都是買新經濟,買一些有實力的公司 震一震,仍然有些渣 有些可能真的震散了,渣都沒有 似乎都要謹慎一點 我傾向,要謹慎一點 因為C基金上半年,跑贏大市很多 到現在都是 當然是想吃著條勢 但我自己傾向,下半年可能要略為保守一點 我們現在,C基金最新的倉位,比之前修正了一下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節目說,差不多是碗倉 最近我們自己,最新也有大約兩成多的現金 即是減少了 因為第一件事,大家要明白 即使你中場市看到 C基金都是叫做Hedge Fund 除了保留一定的現金作為子彈 亦有些其他對沖 整體反映了,即使你中場線 我仍然是挺看好 你的Net Exposure 去到甚麼程度 如果我們股票的話,其實7成多的股票 都是有些我們覺得比較核心的持股 即使再有回調,其實我們仍然有信心 但我覺得在回調當中,都不要太低估市場的威力 因為今年我們一直都說,市場是好 不過波動性一定強 尤其是因為資金充斥 所以當回的時間 最慘的,我見到一些散戶朋友 早期回的時,就很有信心 一點都不沽 到真的不應該沽,沽時才捱不住 因為我自己看,特朗普在競選未有結果之前 他需要維持的股市是一個高位 因為他經常把股市看成他的正職之一 經濟不好,至少股市好 就可以衝撐一下場面 但如果選了之後 他可能又想由低位慢慢再上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選舉前 波動會大一點 會有波動,但仍然維持在高位 但如果將來升了那麼多 你拆下來的時候 可能不容易走掉 你可能不是跌一成半成 而是一跌,就三四成 嚇到走不及,而且不能報仇 施先生,你講到總統大選 其實都剩下一個多月時間 浩德在司機金的部署方面 會否在總統大選前,會有特別的操作 避免政治風險 當然,我覺得在美國大選 10月頭,這兩個月就很白熱化 每天,無論拜登也好 無論特朗普也好 四處去做他們的宣傳 對我們香港,或者A股、港股 最關系的,當然就是 他不停打中國牌 令到對股市比較敏感 例如最近期,有TikTok 最新的新鮮滾熱辣 另一間中國企業,就是華為 都是牽連得到的 其實這段時間,大家都要提防一下 如果已經發生的,股價已經調整了 但有些未知的話 其實在整個組合上,都要有一定的部署 在華為,我知道華為其中一間主要的供應商芯片 981,中芯 近來都被美國,似乎是目標了 就是要制裁 股價都大幅波動,由四十多元跌下來 你怎樣看中國芯片業,如何面對這個難關 其實第一月之前,四十多元跌下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之前他們回到上海的科創板上市 令到股價本身升得很急,由年初十多元 一路升上去四十多元 當然,背後的半導體行業,都是一個不錯的週期 不過最近期,值得留意一下新聞 其實說,特朗普中芯國際制裁 他還未說,是立即制裁 為何要制裁中芯國際 有些人說法,他的技術仍在爭脾 沒有什麼威脅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道向可以看 第一,美國希望限制中國的角力發展 中國要急起直追的軟實力 其中一份就是晶片 之前不讓你買晶片 大家都知道,顯身是國產化 我們希望自己整個供應鏈,可以在國內能夠比較成熟 所以過去放了很多資源 寄望於中芯去沖起龍頭的位置 但是現在他又覺得,只是不讓你買芯片 如果有你的中芯繼續去做這件事 會不會過幾年,他真的急起直追 現在大家都知道,國內即使芯片龍頭的中芯國際 他的技術和現在比較領先 比如三星,台灣的台積電 其實有一個技術企業都很大 如果用時間計,可能是三、四年前做的事 現在大家,當台積電說,做的納米是兩至三個納米的時間 台積電,其實十四納米都是剛剛開始做的 中芯 都是剛剛做的十四個納米 其實那個技術分野是比較強的 但是永遠都是這樣 我們大陸,雖然我們落後 但是我們提速是比較快的 各方面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可能這是一個美國的考量 不單止不讓你用芯片 而你自己產生芯片,都是一個擔憂 因為以現在的技術 中芯的產品,不容易在國際市場 即是最高級的,沒有份去競爭 打擊它,也不在外面賣 賣給國內的公司多 沒有什麼打擊 現在的中芯,主要的客源,當然是國內為主 其實國外都有 我想美國,如果有一個戰略上的看法 令中國本身都缺乏了晶片,一個重要的下層建築 譬如有很多科技的發展,硬件軟件 其實晶片是一個必需品 如果缺乏了這件事 其實都會令到其他科技的發展,受到多大的衝擊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基本問題,想請兩位 譬如中國芯片業那麼難追到美國 原因是美國掌握了某些重心技術,是很難複製的 還是純粹因為起步池呢 以我謹有的理解 因為其實整個芯片行劫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塊是一個圓形的玻璃物體 其實生產工藝都牽涉很多不同的步驟 現在國內最主要的瓶頸 以我疏淺的理解 第一,就是芯片軟體設計 沒有國內完全依賴外國的技術 另一個就是所謂光刻機的技術 如果很簡單地理解,由於芯片很小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用幾個納米的技術 其實是靠一個類似我們以前拍照的技術 將一個設計圖在相高拍照,縮小在芯片上高 這就是靠一個所謂光刻機的技術 這也是主導在國外 即使我們過去一段時間,國內投放了很多資金 因為生產一條芯片的生產線,都是幾百億 但其實都沒有辦法用錢解決了一些技術含量很高的環節 所以國內現在的工藝,比起外國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再單純,實際上是精密化的生產 其實生產的良率,很影響到整件事的成本和盈利 所以這也是國內晶片商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仍然要急起直追 其實今次制裁芯片,給我感覺是美國對中國有某部分禁運 施先生,你認為短期就是總統大選 長期,無論誰選上去,似乎美國的政策都不會改變 你如何預期總統大選後,中美關係會否進一步惡化 從而令到更多制裁出現 美國要制裁中國,是一個基本國策 不單止自己要制裁,還要動員盟友 全部一起制裁,才會產生作用 基本上,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考慮 中國如果成功,就會威脅自由世界 所以他一定要全方位制裁 這是一個持久的角力 不會說總統大選結束後,就告一階段 當然,在總統大選前 他是打中國牌,打來對付拜登 他基本上想將拜登打造成,會與中國維持好關係 還說,你被拜登上台,你的子女下半大被迫學中文 用這些手段,去威脅美國人 你不要選他,選他會出賣美國,去配合中國 從這個角度去看,他會長期對付中國 但在選舉前,應該對付得多些 選舉後,他就會面對現實一點 你要打政治牌,先講政治效益 他就不講經濟效益字 選舉後,就會面對現實一點 如果純粹對中國的壓力來說 我認為選舉前會大 選舉後,反而會鬆一點 即使特朗普上台,選舉後都會鬆一點 但在股市上,要維持正職效益 希望股市在高位 結束後,股市沒有緊張 股市仍然不在高位 股市做一些調整 他都會接受 所以,本來勝出後,對中國施壓會少 起碼對香港或國內有利 但如果他不在美國股市維持秩序 美國股市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亦會拖累香港 這就是我比較宏觀的看法 施生,我想追問一點 如果明年經濟考慮多於政治考慮 你認為,會否在不同的制裁地方 即美國對中國,會有鬆手的方向 鬆手,未必鬆手很多 出招時,亦會考慮經濟效益 比只是考慮政治的影響 這是我基本分析的選前選後 浩德亦有一種說法 內地A股市場,近來走勢不大變化 大家都擔心美國對中國政策,會有不同的改變 如果跟施生說,下年雙方對抗或制裁力度比較減弱 你猜,會否正面影響到內地的A股市場 當然,如果中美關係在實際層面上,沒有打得那麼熱鬧 總是對市場或企業的營商環境比較好 當然,我們上一集也有看過,看看是誰勝出 甚至乎拜登最新都說,如果他上場有機會將關稅 他都可能會拔走 這個可能會否對市場來說 尤其是對我們港股,A股來說,可能會好一點 如果整體方向,始終過去兩三年都是... 誰勝出,你現在有沒有頭緒? 我也是相信民調,不過大家從上一次,四年前的經驗都知道 就算現在民調,拜登領先 其實當日希拉里領先 最後一些關鍵周分,事前很難預計 所以,這件事太早預定,似乎是不容易 說起中國,近來內地的經濟狀況似乎平穩 但息率開始抽升,近來內房走勢似乎是差一點 因為內地出了三條紅線的政策 對借透影響 先生,可以分享近來內地房地產的走勢或情況 內地房地產,比想像中復原得快 另一方面,是不同餐飲業 疫情期間,沒有得罪頭 吃了餐,你不可以吃了三餐 下個月吃多三餐 物業、投資 如果你有需要的 之前疫情時,沒有買之後都會買回來 所以,我們內地的業務,在三月過後恢復得很快 到了五、六月,基本上已經是很正常的 內地民眾對自主的需要 對投資的需要 都是沒有因疫情而消散 有些地方,爆發得太強 例如新鎮,政府出手,又再打壓 新鎮、東莞、大灣區,大部份向好 北京、上海,基本上與正常沒有分別 所以,我認為,大陸的房地產,完全沒有受疫情影響 從房地產的情況來說 內地民間的情緒 沒有我們在香港那麼緊張 香港的投資者,有些都有點擔驚受怕 一個是美國的制裁 又說抽走香港的一些優惠政策 香港都很擔心 如果香港沒有這些擔憂 股市可能表現得更加好 但內地交投地產,已經很旺盛 以及全國普遍上升 所以,民間的情緒應該是相對好 實體經濟或房地產市場,似乎好 內房股價以我理解,7月開始就不斷開始跌 尤其是龍頭的幾隻,都跌得多 浩德,私基金有沒有內房股票 你怎樣看內房股的走勢? 我們現在最新,其實就沒有內房股票 內房的債券,我們就有少許 整體我覺得,始終從施生對實體內房,就掌握比較好 不過,我從投資者的角度去看 始終永遠投資者,其實好看 就是整體內房的政策,政策前景 我相信,可能兩年都是現行,但樓價升幅,沒有以前那麼誇張 第二,中央其實是很緊張,整個內房的資金 因為過去,每一次實體經濟出市 放水,很多資金就流到內房裏面 其實,令到整體經濟上高,向內房傾斜都很厲害 所以,其實有少許壓抑 所以,自從大陸,六七八月開始,疫情好一點之後 其實整體的流動性,都是比較偏近 不希望,有太多資金 一多出來,大家就知道,國內的朋友都有方法,資金去了房地產裏面 所以,其實某程度,就限制了內房的招數 過往,其實你見到,他們很多用彎道超車的概念 就是,將自己的借貸大一點,買多一點地 借一個大的樓價升浪,他們就可以晉身由小的發展商,變成中型變成大型 我覺得,由於內房,由於中央畫了幾條紅線之後 其實就會有些掣肘 亦都令到中小型的內房,爆發力沒有以前那麼高 因為中央希望,資金流入去實體經濟流入 一些中小企,對銀行施加了很多壓力 要他們不要借錢給內房 借給其他行業 結果,有時資金會錯配 亦都有一些小企業,或不是做開房地產 他容易跟銀行借到錢,借到低一點的息率 他借回來,偷偷地借給房地產公司,賺的息差 但現在收得緊了,房地產公司借錢是困難的 所以買房地產債券,借不到,唯有加息 房地產債券的息,有分息、分記都有 所以他們是有壓力 有壓力,可能要賣多些房地產 因為以前借了不少房地產公司,要加快賣房地產公司 現在有些公司說,七折、推銷 可能債務比較重 如果債務重,借到的息,不太貴 借新債,還舊債 但現在開始,新的水源,伏低比較緊 息口又高,所以要快點賣房地產公司 施生,涉及了話題,比較少說債券 在節目的尾聲,想問一下 根據剛才的邏輯,內房未來是難借錢 發債的數量都會少了 會否令到物以罕為貴,內房債反而吸引 有兩件事要考慮 由於內房需要多些錢 利息會高,如果太早買債券是虧了 利息高便利潤少了 利息高為了還債 要賣快點,賣快點便要便宜 便宜利潤,亦會減少 所以在經營上,政府的政策下 是受到壓抑 之前有一個時期 人們預計中國很快會降准 又會減息 又會放水 現在放就有放,但放得比預期少 所以對內房有些壓力 如果投資中國企業債 近期10年的長債,國內債是一直向上 與美國債息向上,即是資金緊張 與美國有不同的地方 這代表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把控有信心 如果沒有信心,便要鬆手,便要放水 他說,不帶水慢灌,這次真的可以做到 起碼客觀條件配合,才可以不帶水慢灌 但美國真的正在用帶水慢灌的手段 已經沒有辦法了 美國在今次的瘋狂印銀紙底下 相對聯儲局可以做的事,比中國的央行少 相信兩位嘉賓都對內地或實體經濟 信心相對大 科技股星這麼多,便要小心點 今集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興趣了解多些私機資料 不妨去到網頁、Facebook 或以下的電話 聯絡我們進行查詢 多謝